如药石深度评测下行 没有找到荣耀石在外观上任何槽点的同时 变色的极光玻璃的绚丽 而又多变的配色让产品的调性偶然上升 符合主流审美的全面屏设计 很多人在吐槽六海平有多反人类的时候 却在享受着异形全面屏带来的功能实惠 毫无争议的是六海平是今年手机的主流 但是在技术限制的当下 我们提供了更为稳妥的屏占比提升方案 屏幕耳朵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固定化的零散信息显示区域 如药石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一种方案 虽然算不上多高明 但起码拿在手里 这样的全面屏不会让你觉得傻大贩粗 稳步探索而又细致稳意 不开孔的第二代超声波指纹视频 现在很火的概念就是屏幕指纹 相较于传统指纹视频的识别率和识别速度 屏幕指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对于部分消息者来说 他们不会在意指纹视频的类型 只会注意细节处理的是否精致和使用体验 所以如药石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精品了 根据药官方 如药石用的是第二代超声波指纹识别方案 相比于上一代 第二代的方案识别速度和识别准确率大大提升 尸首专门下还有良好的表现 而且不需要在锅里面板上开芒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药石的指纹 只是为了标记出识别的位置 前一排的整体性没有很好地掀过 在我们上手的几次实验当中 如药石的超声波指纹都给出了十分优秀的表现 变色极光镀膜工艺 行家手艺重现 外观上做了亮点 莫过于机身玻璃背壳的渐变色彩重现 色彩是艺术的基本呈现形式 是连接人类情绪和外部事物的主要通道 对于一个文艺信念来说 如药石的多彩渐变色 可以为你呈现所有的心思和个性 如药石共有幻影蓝 幻影子海欧灰 幻影黑幻夜黑四种配色 其中可变的是幻影蓝 幻影子正是我的心头爱 当然除了三大点 如药石的细节处理也十分到位 等级小小新颖 异形全面屏保证宽阔视野的同时 握持手感也得到了很好的鲜固 AK4376 A HiFi芯片的搭持也让 325mm耳机孔的保留更有意义 如药石采用了1600万加2000万像素彩色 加黑白摄像头组络 光圈为F.8支持双核对焦 前置2400万像素摄像头支持 像素聚合功能 在目前来说相比高端旗舰系列的摄像头 这样的参数并不亮眼 如药石的摄影革命来自于AI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工智能 更加详细的说 药石的AI摄影革命的底细 来自于各种场景的特殊优化 精准快速的视觉算法 强大高效的神经元运算网络NPO 简单的说 常规摄影环节有两个步骤 一是前期的拍摄 二是后期的处理 手机拍摄能够流行起来 除了便携 很大原因在于手机能通过自动色彩调教直接出片 这就大大降低了适应的门槛 其实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色彩还原之类的参数无所谓 拍出好片才是网道 药石采用的是海斯目前旗舰级处理器970 性能自然不必说 从以往的评测经验来说 70970的性能输出持续而又稳定 同时6GBRPG.4大运存 以及UFS存储芯片的配合使用 让70970有点添翼 总结 总的来说 荣耀石虽然没有像高端旗舰一样 搭载精式害羞的硬件 但确实是一款实实在在的水桶机 新970人工智能芯片 6GB运存 UFS标准高速存储 拍拍音质 3400环时电池 以及以往表现不错的快充 各项配置丝毫不虚 同时在AI拍摄 以及各项AI功能优化 以及独特的渐电色影像 也是强力产品的新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